大家好,这里是电影没了 今天的电影是来自世界奇妙物语的箱子 故事发生在一个实验室 女主人公吉野认真地做着实验 忽然有人一棒打晕了吉野 吉野醒来时一片漆黑 他打开手电筒 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金属的箱子里 他试探性地推了推箱子 发现推不动 他很害怕地呼叫着 与此同时 他身上一阵巨痛 用手电罩了一下 发现是一条长虫在自己身体里蠕动 他疯狂地砸着自己的胳膊 想把虫子赶走 这时 他看到箱子里居然还有一个iPhone 打开手机 不知的密码 他果断地打开了紧急通话 拨了110 警察询问他被困的情况 可是吉野什么也不知道 为了调查吉野的位置 警察让吉野查看手机的运营商 可是吉野打开手机 手机上并没有显示任何运营商的消息 他只好用胸盘上的别针捅出了手机卡 并把手机卡上的售词记录下来 然后再次打通110 他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警察 警察安慰他说不要着急 自己已经派人搜查了 着急的吉野试出财色密码打开手机 却一直没有输对密码 手机还被锁了一分钟 忽然 箱子移动了 吉野害怕地按下了110 还是刚刚那位警察 警察告诉吉野正在搜救 请别着急 可是吉野的精神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 他想要警察能够一直陪着自己说话 缓解恐惧 可是手机的电量已经不多 电话也只好挂断了 箱子里陷入一片黑暗 吉野在躺下的同时 听到管风琴声 他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再次拨打了110 警察告诉吉野 已经定位到他在一个教堂附近 并向吉野许诺 马上会派人来营救吉野 吉野听到这些 露出了希望的笑容 想着此时消防队员正在冲入教堂 营救自己 心里也放松了许多 可是过了很长时间 吉野也没能等来消防队员 他只好再次拨通了110 直观的警察表示 刚刚已经去教堂搜查过了 却并没有任何结果 所以只能停止营救 吉野听了这些声嘶力竭的嘶叫着 他终究还是没有放弃希望 吉野碰运气式的输入了1111 密码居然对了 他打电话给自己的朋友寻求帮助 可是所有的朋友都没有回应 然后吉野给自己的老公 也打了一通电话 电话还是没有通 他只好给自己的老公留言呼救 可是居然听到了老公的声音 可是手机这时的电链 空空如也关机了 他彻底与世界正式宣布失联了 吉野被困在这一方箱子里 痛苦着挠着箱子的边缘 就在吉野的神经崩溃之际 一道光从天而降 箱子被打开 吉野终于看到了熟悉的面孔 他终于逃出了那个给他无尽痛苦的箱子 没想到他刚一回头 自己居然还在箱子里 绝望 无助 疯狂 画面一转 在一家医院里 院长向吉野老公介绍着吉野的状况 吉野被人打了一棒子 一直昏迷到现在 吉野所遭受的也正是医护人员对他的治疗 比如吉野身上的大虫子 是护士打针造成的 箱子动的原因 是因为护士推的推车 那道光也是医生拿着销售店 照他眼睛形成的 影片最后 吉野疯狂地拍打的箱子 大声痛哭 希望 绝望 希望 绝望 寻回反复 一时是存活的 只是与外界物质世界隔离了 就像被封入了一个棺材 然而生活本就是活埋 只是放长了 冷水煮青蛙的我们 意识不到每分每秒的流逝吧 好了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 欢迎点击一下角 关注我们的朋友